洪法爱德高雄演唱登场 场内场外人数爆满 刷新试运场馆演唱会人潮记录 演唱会结束 人流也转往夜市消费 演唱会有带动演唱 很多行李给很好的 如果你有放到2024 商宣夜市优惠券的话 我还会在这50元费用 不止六合夜市人潮爆满 凤山的青年夜市也涌入人潮 摊乡笑容满满 演唱会结束人潮进来 让我们许多摊乡都有收到不少的 商宣夜市优惠券 就是高雄市推出加时演唱方案 只要凭演唱会门票 就可以获得一张50元的优惠券 许多游客也是惊喜不已 六处捷运站里就能兑换到 商圈夜市的优惠券 把演唱会人流导入商圈夜市消费 市府加码的商圈夜市优惠券 加上黄色小鸭热潮 带动人潮涌入高雄商圈夜市 去年夜市摊伤 就被演唱会引入的人潮吓到 只要是演唱会期间 人潮就会爆满 市府加码推波助澜 让演唱会经济更发烧 明镜新闻南部综合报导